至於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台北市長選戰中究竟挺誰 他今天在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 仍然是四兩波千金不願表態 但是主持人就問他說 同不同意選笨的柯文哲 也不要選壞的連勝文時 宋楚瑜表示同意 還說連勝文民調一直低於對手柯文哲 是被馬總統執政拖累的 我今天不談選舉好嗎 不行 你不談選舉我們聽眾會生氣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上廣播節目接受專訪 必談北市選情 不論主持人怎麼問 不說就是不說 不敢表態 因為宋楚瑜認為 連勝文和柯文哲都不夠優秀 希望在三十天當中他們有一些很明確的這些願景讓大家能夠看得到 而根據聯合報罪新民調顯示 連勝文目前還是落後 柯文哲宋楚瑜認為是受到中央執政的影響 說完藍營問題談到好朋友里要說柯文哲是笨臉勝文是壞選笨的總比選壞的好 宋楚瑜同意但也同時呼籲柯文哲應該要對兩岸問題表態不要讓選民憂心 選戰只剩一個多月宋楚瑜的一舉一動備受外界關注 尤其最近持續猛拼國民黨是否要藉機拉回局營的票 有待時間考驗 UGTVLive 黃宇晨 台北報導了